夜裡的花 穿著美麗的衣裳 夜裡的花 穿著美麗的衣裳 慈愛的天賦 天天都看顧 他更愛世上人 為他們預備永生的路 一切需要 天父已經都知道 若心中煩惱 讓他為你除掉 慈愛的天賦 天天都看顧 他是全能的主 信靠他的人真是有福 夜裡的花 穿著美麗的衣裳 天空的鳥兒 從來不為生活夢 慈愛的天賦 天天都看顧 他更愛世上人 為他們預備永生的路 馬來不為生活佔任何美麗的衣裳 天河景著美麗的衣裳 想太紅的衣裳 看到美麗的衣裳 天的衣裳 一切需要 天赋已经都知道 若心中烦恼 让他为你除掉 慈爱的天赋 天天都堪固 他是全能的主 请靠他的敌人真是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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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弟兄姐妹们 大家平安 刚才为大家准备的这首歌 《野地的花》 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 这个诗歌的歌词里面 符合有文学性 那浅词带中带出深刻的信仰整体 那么教会里面 不论是孩子或者成年人 都很容易的朗朗上口 那么这个旋律也平易近人 我们在教会和乐灵的聚会里面 我们也常常的来唱这首歌 希望在这个非常严峻的时刻 这首诗歌和今天的分享 能够带给大家一些松懈 愿上帝的爱再一次的来抚慰大家的心 让我们看到安详 温馨 有爱的天父世界 而且在这段期间里面 我们在媒体新闻里面 都天天都给我们很多忧虑的消息 不知不觉呢 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出现了很多 以前所没有听过的名堂 比方说什么叫SG United 新型病途 United Budget 团结预算案 还有同舟共济配套 更加令人头痛的是 还有这些所谓病毒阻断措施等等 使到我们生活当中不得不 往往要去排队啦 要保持社交的距离 控制人潮 那么我们出门的时候 都要强制戴口罩 否则呢 就要罚款300块钱 从负面看来 的确是带给我们生活中许多的不便 有人就认为说 这样子叫做干涉个人的行动 自由的行动呢 受到限制 有的人因为这样而感到心情很烦躁 但是我们从正面来去看 这样的措施 是用来 是希望达到控制这个疫情 要保持我们年长者 可以降低感染的风险 好 在这段阻断的措施期间呢 大家都是尽量留在家里面 我也是如此 除了必须到市场上去购买 那个日用的食品和日用的用品以外 我也趁着这个机会 每天到外面去运动运动 松松自己的筋骨 当然出门的时候 除了戴口罩 也戴了手机 那么一面走动的时候 顺便就拍一下 上帝所创造美丽的这个美景 令我深深感受到的是 在这大自然当中 就有如此 好像刚才诗歌里面 所描述的那个花 美丽的花 穿着美丽的衣裳 天空的鸟儿 从来不会生活忙 今天呢 我借着这个机会 来跟大家分享 我平时这几个礼拜里面 所拍到的一些照片 我们就看第一章 在偶然的情况之下 我到空地里面去走的时候 听到一个很奇妙的 很平时没有听过的 那个鸟叫的声音 仰头一看 诶 竟然发觉 就好像照片里面所看到的 两只鸟在数字上 因为那个距离的远 我用我的手机 尽量的来拍到 左边这张照片 后来回家里面 再慢慢再pick 翻一下那个电脑里面 原来这种鸟叫C鸟 英文叫Hongrius 它早期在19世纪的时候 在新加坡曾经出现 后来就可以说是灭绝了 90年代的时候 它没有重新回访 但是所看到的多数 只能够在我们的无名岛里面 来看到这样的鸟 现在呢 运作环境的改变 大家 树木也没有去砍啊 那个 这几个星星里面 也没有人去干扰他们 他们竟然也迁移到新加坡 所以我们看到第一张里面 这个是很稀有 在新加坡很难看到的 这样的照片 当我往上去看的时候 的确看到的是很漂亮 它有黄色的那个植 身体是 羽毛是很漂亮的 我们再看第二张 我们再看第二张 我在有一次当中 也拍到这只鸟 的确是很漂亮 又红色的身体 这个翅膀呢 又带着蓝色 和深蓝色 这种鸟呢 叫蜂鸟 它是 个子很小 身体很小 它平时呢 就靠着大自然而活 那么它吃的东西是什么 就靠着吸取花蜜 所以华文把它叫做蜂鸟 的确这些鸟儿 平时我们 没有注意看 是很能有机会 而且可以看到这样漂亮的蜜 这样的上帝所创造的蜜蜜 我们看第三张 相信大家一看就知道 这是什么动物了 是公鸡 但是这个公鸡 在什么地方看到 竟然在植物园的数字上 看到这样的公鸡 它的颜色鲜利 你鲜链的羽毛 那平时 我们这个紧张的社会里面 你看到鸡 你问年纪比较轻的 你看到鸡是怎么样子 他会告诉你 哦在超鸡市场 忽然就是到某某的 那个快餐店里面 他们吃过那个炸鸡 但是真正的鸡 却很少看到 在这段期间里面 我们会在植物园 会看到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漂亮的公鸡 所以我称它为明星公鸡 因为它为什么叫明星呢 它在那个环境里面 是受保护的 那么它 公鸡也没有人养它 也没有人喂它 它就像刚才诗歌所唱的 它从来也不为生活来忙 我们再看另外一章 这章是什么 我们土话就叫做 这个叫变色龙 其实这个名字 就叫属于蜥蜴科里面的一种 新加坡总共有200多种 这样的蜥蜴 不是这样 有200多种的蜥蜴 那么这个 我看到这个蜥蜴快手快脚 把它拍下来的时候 它懒洋洋的在那边晒太阳 为什么蜥蜴蜴 蜴蜴蜴 需要这样的在那边做日光浴呢 原来它们是冷血动物 那么冷血动物呢 它们需要每天 需要一些太阳的阳光 来软化它们的身体 那么它的颜色也会 会随着环境而改变 所以当它遇到危险的时候 它颜色会变成红色 好像大家看到会害怕 以为它要攻击你 其实它的食物 它不咬人 通常是不咬人 它平时是靠着吃 它的蜥蜴蜴 蚯蜴和蜂来去吃的 你看它的身体 虽然不大 但是颜色却很鲜艳 除了看到小枝的蜥蜴 我在植物园也偶尔看到 像大型的 这种大型的蜥蜴 平时很少看到 因为植物园人多的情况之下 它就躲到草丛尖 草丛尖 或者是干脆到了池塘里面去 所以现在人比较少 鸟儿也会看到 比较大型的 这个蜥蜴科 的蜥蜴 大蜥蜴 你看它现在还不是 天生天养 养得肥肥胖胖的吗 除了拍到这些动物以外 我也拍到 这个是什么 你看到一粒一粒红色的 这个是属于三肾科的 双肾很多种 不过这个应该是属于野双肾 它有这个 红红这粒是它的果实 根据 网上的介绍 双肾 有的是可以用来当药物来服用 它有丰富的维他命 有防癌抗病病毒的作用 但是因为这个是野双肾 我只是拍下来 觉得这个 竟然在大自然里面 有这样奇妙的植物 请看这个 很鲜艳的花朵 它名字是叫做 赫望蓝 也叫做天堂鸟 它一般的情况 是在遮阴的情况 就长得茂盛 但是因为 现在比较少园丁去处理 会拍到好漂亮的一个花 这个叫 赫望蓝 它岂不是好像 诗根所唱的 的确 上帝给它很漂亮的衣裳去穿 除了看到花果跟果实以外 第八 这个 接下来拍到的 就是 它可以孵在叶树干而活 是属于一种蟹类的织物 平时呢 它就攀腾 从生长与树木 比较潮湿的树木 来去 来生长 右手这一边呢 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但是你看 因为 平时没有人去 去见到它 它也长出漂亮的花朵 有红色一点一点的花 我也拍到 我也拍到 顺便也拍到很多 不知名的 植物 它们都在路边来生长 这个就是 好像刚才所唱的 野地的花 穿着美丽的衣裳 平时 我们在忙碌的时候 都没有时间停下来 好好的来去欣赏 不然呢 这些花朵 早就被 园艺的员工们 除掉了 所以这些收获 的确是我 这几个礼拜 在外面行走的时候 所捕捉的 的确大地都充满了 美丽的花朵 美丽的植物 就算 现在所看到这个 当然叶子 也是很漂亮 这个叶子合成 不是构成一个很漂亮的图案 后面 是属于一个炮竹花的样子 这个是属于炮竹花的叶子 是充满的很漂亮的 在诉说上帝的创造 看到这些 使我想到 马太福音的一段经文 我现在就分享 这段福音 这段 记载在马太福音 第六章 二十五节到三十二节的经文 让我慢慢来读给大家听 耶稣这么说 你们看天上的飞鸟 也不种 也不收 也不储蓄在仓里 你们的天赋 善且养活他 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 你们哪一个 你们哪一个 能用忧虑使岁数 多加一克呢 二十八节 何必为衣裳忧虑呢 你想 野地里的百合花 怎么能长出来 它也不劳苦 也不防线 反线 然而我告诉你们 就是所罗门 即荣华的时候 他所穿戴的 还不如这花一朵 你们这小心的人 野地里的草 今天还在 明天就丢在炉里面 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 何况是你们 所以耶稣这样说 不要忧虑 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的确 经过这几个星期 我在外面走动 拍到这些照片的时候 给我以下的几个感想 第一 是的我们平时生活 实在太紧张了 我们没有什么闲情 来去欣赏身边的这些景物 天赋所创到的这些美物 是何等的漂亮 正好像说 二十八节里面 刚才所念的二十八节里面 所讲的 野地的百合花 怎么样长起来的 他们也不劳苦 也不仿仙 第二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在这援郡的时刻 百叶都受到影响 人们的生活 带来许多的不便 然而这大自然里面的百物 却是深深不息的在生长 好像在那边 在诉说上帝的荣耀 第三 我们看到 这也难怪 诗人 这么 叙述说 在诗篇33章第五节 遍地都满了耶和华的慈爱 是的 这一切 都是遍地在诉说上帝的荣耀 我们 让我们就存着感恩的心 来去欣赏 接下来 我要请大家一起来欣赏 天宁合唱团所唱的 不为明天忧虑 不为明天忧虑 我不要为明天忧虑 明天只有明天的难处 不要为明天忧虑 一天的难处 一天等就够 不要为明天忧虑 不要为明天忧虑 明天自有明天的难处 不要为明天忧虑 一天的难处 一天等就够了 主的安宴天天都永 荡面满了安室自相 不早不安从未间断 我的心放心歌唱 不要为明天忧虑 不要为明天忧虑 主的安宴天天天都永 我的心放心歌唱 不要为明天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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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的难处 一天等就够了 主的安宴天天天都永 不早不安 还靠岁天天天天天忧虑 不要为明天忧虑 祝你安天 天天保留我的心 放心歌唱 祝你安天 天天保留我的心 放心歌唱 放心歌唱 放心 放心